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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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需你才流浪 我能给你宽阔的肩膀 墨镜也别戴上 看看我给你的晴朗 也许明天的路很长 未知的旅程又迷茫 至少还有我俩牵着手 借着伴 朝着未来一路前往 爱是个魔法式 不停换这方式 把你名字 变成心里的钻石 爱是个魔法式 远远出我们的位置 让每一刻都停止 你心里面的位置 你心里面的位置 一直有我 是不是 抚向着彼此 多美的故事 在我心中 在我心中珍藏一辈子 爱是个魔法式 不停换这方式 把你名字 变成心里的钻石 爱是个魔法式 远远出我们的位置 让每一刻都停止 你心里面 我心中珍藏一辈子 爱是个魔法式 我心中珍藏一辈子 也懒得不胃 我心中珍藏一辈子 如果你是天赏 我心中珍藏一辈子 你心中珍藏一辈子 你心中珍藏一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黎明 喂 谭总 明天上午十点给您约了客户见面 提醒您一下 别忘记了 黎明 以后我不回去公司了 你有什么需要汇报的事 直接跟我母亲说就行了 啊 怎么回事 谭总 行 不得说了 先这样 有事再联系 但是谭总 你不去公司了 不去了 不想给人当妻子 你跟你妈妈怎么谈的呀 有没有好好聊呀 谈了 其实我知道 我妈做这些事都是为了我好吗 但是她从来没有问过我真正的感受 她不清楚我要什么 所以 只有摆脱她 我才能拥有我真正想拥有的东西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其实我能理解你对依然的感情 你们俩现在都还爱着对方 只是因为前面的伤害实在太大 所以都需要时间 不过我相信 你们一定会重归于好的 也许吧 虽然现在我跟依然之间 已经没有什么误会了 但我真的觉得 但我真的觉得 她对我还有很多的敌意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才能不这样 坚持呀 我相信坚持依然一定会感受到 你对她的爱的 而且 我们都支持你 你妈呀 电话 不管了 谢谢你啊 加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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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待你吃辣吗 妈 她不吃 我问你了吗 吃吗 我们家艾宝啊 口味就是奇怪 什么奇怪的 她不能吃的 不能放到嘴里的 她偏要去吃 不是 妈 怎么说话呢 怎么了 今天是见你啊 还是见她呀 我是跟她聊呢 还是跟你聊啊 你怎么问不合适 你怎么问不合适 不能说啊 那好吧 那服务员 我们点菜吧 吃完了就走啊 不是 妈妈 你问你问你问 我替她回答还不行吗 你替她回答 你能替她回答什么 你能替她叫我妈吗 你能替她教你们的孩子说话吗 你替她挣钱 替她工作 替她养她的全家 你要不在家 家里出了什么事 你替她打110吗 你替得了吗 我不能 那我就把她带在身边一辈子了 李爱宝 李爱宝 这句话我怎么听得那么陌生啊 这句话我喜欢听 我这半辈子都想听这句话 你不要忘了 当初你工作的时候 差一点没留在上海 我记得很清楚 你很高兴啊 你说 一个大男人就是要出去闯 不能天天陪在家里 不能天天守在妈妈身边 你想过我孤单一个人吗 你知道我天天看着那个电话 就等你给我来电话 你怎么没有想着 把我放在你身边呢 带着我呢 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我很明白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就是想娶她吗 可以啊 你把她娶回家吧 我就走 房子现成的 家具全套的 我还不够明白吗 不是 你能不能 别把人想那么卑鄙啊 卑鄙 儿子 不是妈妈把人想的卑鄙 你是我儿子 我当然知道 你这个人不卑鄙 很难说有的人 会很卑鄙 跟着你一起串通好了 来骗我 前两天电视上还说了 不要装着自己 像个清纯的小姑娘 一边走路啊 一边采花 你也回头看看 你破坏了多大的一个花园 谁骗你了 谁想骗你了 我说妈你好歹也是个 有文化有修养的人 你怎么说话这么过分呢 李爱宝 你当着这么个 莫名其妙的人 你这么给我讲话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对不起 我先 你怎么玩呢 你 你拦着什么 我走 我走 不是 妈 妈 不是 你到底拦谁啊 你拦谁 你先坐 妈 你坐好吗 哎 晓晓 走了好 走着咱俩吃 妈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你不就怕她是个负担吗 当初我跟宣经在一起的时候 你怎么那么同情大理 又要给钱 甚至要把房子卖了 那可是你跟我爸一生的积蓄 夏丹他一分钱都没问我要 怎么就到他这儿就不行了呢 我就是喜欢他 他不是不会说话吗 我就喜欢他不会说话 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好 你和他在一起吧 我明明告诉你 我就喜欢薛晶晶 我愿意给他钱 给他房子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会说话的人 谭少语已经决定离开新华公司了 真的 嗯 这回是真豁出去了 其实挺伟大的 表面那么冷峻 骨子里还是重情重义 你说他当惯了少语的人 离开公司他能习惯吗 他既然这么决定 肯定是想好了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 少语心里最牵挂的是依然 依然又不肯原谅他 咱们俩得想想办法帮帮少语吧 这依然啊 受伤太深 你让他一下原谅谭少语呢 这需要一个过程 咱不能着急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我觉得啊 咱第一步呢 现在让这依然啊 离开那小旅馆 只有离开那儿了 回家住了 咱能慢慢接近他都劝他 你不是都跟依然说过 他不同意吗 那咱们怎么办 把他捂花大帮 绑回你家呀 我倒是有一馊主意啊 能够把这依然呢 逼回我们家去 说 我是这么想的啊 这 张老师 过来了 您好 我来接依恋 依恋 那个 他刚才已经被爸爸接走了呀 爸爸 您是说全家服务照片上面那位吗 对啊 那我知道了 谢谢您啊 不客气 喂 依然 我爸依恋呢 接回来了 晚上你来我这儿吃饭吧 好 好 一会儿依然来了怎么办呀 我哪知道怎么办呀 这 这 这 你 你去开门 你去开门 我 怎么 我开门躺着 好 打门 ^^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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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绽然 我 我 现在cómo 你 我 没事 天 我没怪你 你别这样 我来接依恋 我让他以后别再来打扰你们了 别呀 他喜欢这儿 你 你不能不让他来呀是吧 人呢 睡了 今天晚上啊 说什么一点他留下 你 睡着了 出来吃点饭 弄好了 小女华跟家里没法比 你在那儿想吃的热菜热饭 都没有条件 不像在这儿 那儿一点家的感觉都没有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没错 而且那依恋啊喜欢我这儿 我什么都有 你看游戏机也有 玩具也有 要书也有 你就别让他去那儿 那小旅馆都不方便呀 真的不行 我真的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你要这么跟我说的话 你这属于见外了啊 我没见外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这两天正在找房子呢 等我安顿好了 就请你们过去 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就是 还在这儿跟我别扭呢 是不是 我真没这意思 你别误会 那就就就这么定了吧 咱吃完饭 吃完饭我去小旅馆 帮你把东西搬回来好不好 你就别为难我了 我过两天 就能找到房子了 你看你 你老婆你 我睡醒了 你睡醒了 我睡起了 我能不能跟你上聊天室啊 什么事啊 我们能不能不去住小旅馆啊 就对 你看那孩子都说了 能不能不搬到小旅馆住啊 我喜欢天落阵 我们不要去那儿住了 我们搬回来好不好啊 你就答应我嘛 好不好嘛 你看孩子都求你了 你就答应啊 对求你嘛 你看你这衣服都穿上了 行吧 这就叫你定了 来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 来 那个 赶快赶好啊 都凉了 赶紧的 怎么过呢 这就叫你尝试了 我去标识了 今天第二天 明天让你尝试了 现在来说 摇第一点 你 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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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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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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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自己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可以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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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扭打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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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至少我